哈喽,农地可以用来驻人的叫做农舍 养猪养鸭种香菇的叫做农业设施 还有另外一种制裁是,这不能驻人 但是现在可以申请露营厂啦 露营设施的申请可以算是休闲农业的农地的福音 最重要的是,露营厂不需要有农地农用的这个要求 这个是很特殊的哦,以前农地全部规定要有农地农用 2022年的7月,公布了一个叫做农牧用地及林业用地 直接申请露营厂的一个新办法 故事计划外的土地,包括品种建地、油气用地、农牧用地、林业用地 都可以申请露营厂 最大的面积限制在一公顷以内 一公顷是多大的?就是一万平方公尺 一万平方公尺就是3025平 大于一万平方公尺的需要办理分割 申请露营厂没有最小的面积限制 非都市土地的农牧用地和林业用地 在申请露营厂设置的时候要分个两个接管 第一个阶段,土地许可使用申请 第二个阶段,资料准备好露营厂设施申请 小型的露营厂可以申请的设施有三种 可以申请的是管理室、卫生设施、营卫设施 这三种设施 面积的上限最多可以申请农地的10% 最大面积不要超过660平方公尺 管理室跟卫生设施合计不能超过许可面积的30% 今年2023年九月交通部观光署又来一个公文 释放出利多 公家道路不用站在这10%面积里面 露营厂你不是自己要开路吗 这开路可以再增加5%的面积 也不包含在这农地的10%面积里面 如果你的农地没有超过2500平方公尺 没有办法申请农舍 现在就是你的好消息了 例如说你有2000平方公尺 是不能盖农舍面积不够 那你就可以申请200平方公尺的露营场地 包含管理室、卫生设施、营卫设施 包含木头平台、露营车啊这些 那其他的农地、控地 你不能补水泥 它是可以种树、种草皮这些 那方林哥再讲一下 营卫设施算是这些 这些临时性的建筑物 比如说棚架、铁皮、货柜屋、组合屋、小木屋 这些设计每个县市和标准可能有一些不同 教练哥补充一下 已经申请农业设施跟农舍的农地 你不能申请露营场 不能申请反过来 如果你的农地已经申请了露营场 你也不能再申请农业设施 大概这部分要提醒一下 小型的农地露营场 跟最常见的资财室来相比 农地露营场是以休闲农地来为主 而且可以合法的住人 这很重要 而且合法申请厕所 申请花费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建筑物需要申请建造 以前我们都申请资财室 但资财室不能住人 也不能规划厕所 这些卫生设备 其他的农地还要维持农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拥有自己的休闲露营场 记得提供地号还有成本和地基图 发电哥讨论一下 你可以加LINE讨论一下 那露营场的设置 你必须要有一条路可以连外的道路 最少要两米半 为什么呢 因为消防车要过 这个救护车要过 露营场申请通过之后 还要弄一个露营场的营业负责任 还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这部分发电哥是另外再提醒一下 除了农牧用地都记以外的农牧用地 申请露营场之外 山坡地保育区也可以申请露营场 但是要先做好水土宝石计划 完工之后才能够进行露营场的一个申请设置 当我们申请露营场成功之后 你的农保资格就会被丧失 所以如果你有好几笔农地 或许你这个申请露营场农地 要先移转给家人或是你的股东 事先规划好 又可以保有你的农保 又可以让家人去经营露营场 想要申请露营场的朋友 请加发电哥的LINE 977-588-688 咨询的时候 请一定要提供地级图 藤本 这些资料有地号 那这样子我们沟通起来就更快了 很棒哦 这个露营场的设施 这个申请办法通过之后 很多人的农地就解套了 因为2500平方公尺以上可以申请农舍 2500平方公尺以下 有些人继承到 有些人被赠予了 这些农地其实除了农用之外 你要做大型的农业设施 也很难做 没有经营规模 但现在你可以做露营场的申请 感觉就是这个农地的利用 功能就更多了 最后才的农 深复地的努力